大家好 我是混水 今天繼續跟大家做一些書本上的分享 通常我這一個短篇環節 偶爾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好的書 因為始終我都是一個比較喜歡看書的人 介紹一本書也是其中一個可以 想不到有什麼講的時候 就講一本書可以燒了一個想題目煩惱的一種方式 今次我就介紹這本書就是 Daniel Kahneman 是一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寫的一本書 就叫Thinking Fast and Slow 這本書我相信很多人都介紹過 因為它都不是一本新的書 這本書但是我也覺得好看 又或者大家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 所以就聽我說可能比起 聽其他人講有另一種感悟或者體悟 希望你會有或者希望我帶到給你 所以我都會跟大家去講一講這一本書 首先就是我家裡有一本英文版 但現在手到拿來就拿了一本中文版 我個人是強烈建議大家去看英文版 因為原著Daniel Kahneman 是一個美國人 所以他寫英文版就比較原汁完美一些 而且中文版曾經醞釀過一些風波 這位中文版翻譯人士就叫做熊蘭 他也是一個心理學的教授 理論上這本書講的東西是行為經濟學 行為經濟學是有經濟學的部分 也有心理學的部分 所以找熊蘭教授去做一個翻譯 都是legitimate的 都是eligible的 他都應該有一個能力去做這本的翻譯 但我有一位網友就叫做黃偉紅教授 他是一個美國的哲學教授 他看完中文版和英文版 發現兩個翻譯本在意思和文具上有很大出入 他在大概六七年前 即這本書都有歷史 六七年前寫了幾篇文章 指出一些很嚴重的翻譯上的謬誤 結果這本書的譯者要道歉 書商也要道歉 好像書譯都回收過 之後又再引起我本身 我不太記得蜂窩最後醞釀成怎樣 但確認了一點 就是中文和英文有很大的落差和出入 中文和英文很多時候都會有錯誤上的翻譯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要看就看英文 Thinking Fast and Slow 是一本行為經濟學的書 在我讀書的年代已經看完這本書 因為當時我授了一個課程 他是由中文大學的周恩賜博士 Finchy Chow去教的一科叫做行為經濟學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Dr. Finchy Chow應該是全香港最受屈一指的行為經濟學學家 因為這一科其實不是興趣很久 Daniel Kahneman最有名的論文 如果我沒有記錯 都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篇文 即是1980年代的一篇文 所以這個學科都不是大家想像中有這麼多的歷史 都是三十多年左右 是一個比較新興的學科 所以新興的學科很多時候都會經歷一個盲點 就是一些老師不太喜歡 這個盲點在新興學科初初醞釀起的時候都曾經遇到過 例如講一個小故事 現在行為經濟學才在近幾年或者十幾年 比較多人去注重 因為都出了幾個最厲害的諾貝爾得獎者 Daniel Kahneman是其中一個 最近年就出了一個叫Richard Villa 他也是一個行為經濟學家 但根據他自己的一些文章的講法 他說很多人都不太喜歡行為經濟學 初初這個學問一醞釀的時候 因為經濟學的重鎮就是芝加哥大學 芝加哥大學出了10X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 那群人是超級老師忽利 那群人是用產權理論或者成本的方式去推論行為預測 他有那一套方式去推論行為 他們很相信那一套 芝加哥大學有經濟學系 有法律經濟學系 但剛才我所講的Richard Villa 他是屬於商學院的 所以跟那一班叫做老屎忽經濟學家 這班叫做老屎忽經濟學系 雖然大家都是同一個芝加哥大學的雨傘下 但是那些人是圍牢圍開的路 就是法律經濟學 而剛才Richard Villa教授 是另一個路就是商學院 研究這些新的學問 所以新舊學問一定會有一個衝突 某程度上是另一類的世代之爭 這就是一個關於行為經濟學的小故事 就是一個比較在近年才興起的學問 而且之前都不為主流所接受的 就是有很多老屎忽 你看張五常的書都知道 就是那一堆幼兒子 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要考試 以及因為我取了課程 但我又不上課 所以我就要被迫去消化這本書 去吸收那個書本的一些內容 當然我也有看Dr. Vinci Chow 當時的《律師》 也寫得挺好的 也要給回憧憶 現在我跟他仍是一個非常良好的關係 我仍是很厚顏無恥 在他面前援繞自己 當初不上課 不去考試都可以拿到B 所以你就知道我的人多無恥 但是這本書就有一個挺有趣的地方 去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他都補充了一些心理學的知識 因為行為經濟學 是經濟學和心理學兩者的混合 混合在一起 而他這門學科比較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不是好像以前那些經濟學 很喜歡混亂數據 即是以前的經濟學有一期 就很喜歡玩些計量東西 就變成了全部都是很數學 很統計學 再加上電腦 好像在混合一堆數據 混合一堆數據 但是行為經濟學 他有一種自己的實驗方式 他用了很多跟心理學的實驗框架 類似的方式去做一些實證研究 所以他在測試的hypothesis 那樣東西的方法論 又跟以前的那種計量 又有一些些不同 而且他都補充了一些心理學的知識 譬如他為何叫做 Fast and Slow 他第一章就解釋了 第二三章才講 Daniel Kahneman 和他一堆行為經濟學家的Buddy 研究出來的理論 但他第一章就解釋 為何我們會有Fast and Slow 的Thinking方式 心理學有一個解釋人類的思考模式 就分成System 1和System 2 即是系統一與二 這個不是很會教的 但他真的是這樣分 系統一就是 我們在想事情 或者做一些決策的時候 就偏向地很衝動 就會很快 去用System 1去做決策 譬如大家已經耳熟能詳 一雞一對二 這個就是System 1 告訴你的決策 但System 2 就是做一些比較理性邏輯 計算多一些 和分析力要高一些的決策方式 例如我問你 就是元朗買不買得過 那你可能會進入System 2的思考模式 就是首先你要看元朗的樓 到底升值升了多少 現在一個亂局搞成怎樣 它有多少黑社會 那你會衡量很多不同的因素 然後你每個因素都會想一下 到底可以還是不行 然後再混在一起 那你會想一下元朗的決策 到底這個元朗應不應該買樓的決策 是可以還是不行 那當中你是經歷過很複雜的思考過程 那種理性推論加複雜到媽媽都不認得的思考過程 就是System 2 System 1是很intuitive的 System 2是非常 indirect的思考方法 分了左腦和右腦 然後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這種左腦右腦 會分開兩種思考方法 因為這種思考方法 就跟我們生物的演化過程是有關的 根據這些演化生理學 就很喜歡用一個叫做Principle 叫做Savonna Principle 就是大自然叢林定律 他們那個定律 理論上當作是一個公理去作為一個推論 就是Exum 去當作為一個推論 就是假設我們現在的腦袋是沒有進化到的 跟2000年前一樣 我們跟2000年前是擁有類近的生物思維 譬如為什麼現在我們這種生物 或者作為一個現代智人Homo sapiens 我們依然會很色情或有性慾 就是因為我們是要把自己的基因 去作為最大的複製 這個是2000年前在大森林法則 就是當你是野獸的時候 你都會有這種同樣的生物學的演化衝動 或者演化的慾望 就是你都是想把自己的基因極大化去複製 然後去把自己的子孫再越多越好 這是一個潛藏在生物學的一個類似 即是他覺得是一種原生的衝動 或者原生的一種理念 正如為什麼人會自私 即是自私那樣東西你沒有辦法 總有一些人是會捨機為人的 但在 general 人是有自私的那個部分 來自於我們的腦還去到2000年前 即使我們受到高等教育 但我們的腦在演化的過程 一定是慢過我們接受教育的過程 或者慢過一些社會現代理性變遷的過程 所以我們不自私生存不到 如果我看到 即是當我是野獸 我看到前面有舊育 如果我分給別人搭 我便不能搭 那我就會在這個森林之下被淘汰 我就會餓死 或者我身體很虛弱 就會很容易被其他的猛獸襲擊 或者搭回我轉頭 所以他就用了這種演化的角度去解釋 為什麼我們會有A與B 即是System 1和System 2 因為System 1你去考慮它作為一種決策方式的時候 他可能有時候會做一些很錯的決定 但是它很欠能力 但很符合我們作為大松林 作為一隻野獸想的那種發言 就是你看到那裡的草蟲動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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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它動動動動去可能是一個蠍蠢 你衝過來你就會賺到一個蠍蠢 但同時它可能你是蠍蠢 而也是用蠍蠢 你表現大活力 然後逆動動動動動走去 你們用System 1想想 可能你們會錯技 就是你闪走了就意味着 假如我是狮子 前面是小兔子 那你闪走了就少了一只小兔子 但原来前面是一只更大的狮子 那你就糟糕了 就是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决策错误 但是为什么我们都会用System 1去思考 就是因为它帮我们省了很多的生物能量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用System 2 System 2通常是一个比较精密的思考方法 但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不会惯性用它思考 就是因为它会用很多的生物能量 例如刚才所说就是一个买楼的决定 那你要经过很复杂的思维过程 那你一个很复杂的思维过程 你会不停去用脑想 浪费了你很多时间 成本 资源 生物能量 去做一些这样的决策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System 1去思考 有时候我们会用System 2去思考 而这个System 1和System 2 有时候很理性 有时候又很不理性 中间就会演化了很多心理学 或者在行为经济学上的现象需要被解释 那这个就是作为行为经济学 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因为我们脑的进化程度 是不及我们的文明进化程度 所以其实就算我们接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接受过一些理性逻辑训练 又或者我们接受过一些文明的思考训练 但是我们在基因上又或者在一个演化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是停留在2000年大森林的那种老的阶段 所以就会令到我们没有办法很完整地使用理性 去思考这些问题 这个就是我想讲这本书第一个的出发点 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讲这本书更加多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